每次来河南都有很多的朋友 推荐我们来这家喝驴肉汤 今天 专程来试一试 这边的驴肉是从早上起来开始卖 不过 我们中午来吃也不晚 你看 我有一米八八 后面这个锅 比我还要高好多 请进 加一锅 你好 要一碗20的驴肉汤 再加一个一块钱的油饼 再加一盘凉菜 31 这是放暑假的吗 放暑假 放暑假 我们到8月20号不开门 暑假不开门 暑假不开门 那要黄子拿凉菜 来驴肉汤馆 除了肉 饼和凉菜 没有其他的选择 称好的驴肉码在一边 师傅要先用一个带孔的药子 把驴肉在热汤里涮一下 只是为了让它们相处得更容下 这边的主食只有饼 刚看出来的有饼 金黄油仁 把它切成条状 来配驴肉汤 隔着屏幕都觉得香 它这个驴肉是80块钱一斤 从15到50都可以来一碗 咱们要一个中间的20块钱的 我们还要了一盘饼 它这个饼都是刚做出来的 刚才拿的时候还有点烫手 是这种像盘子一样的 调的 你看它这个驴肉汤不是清汤 看起来有点浓厚 下面是肉 上面是香菜 这个驴肉汤的表面还有很多的油花 你知道我发现它们是怎么吃饼的吧 它们是把这个条条的饼 放在这个汤里泡起来吃了 有朋友问我 雪鱼这几天在开封喝汤 都没见过用勺的 这边喝汤不用勺吗 确实 不用勺喝汤 是这边的一种习惯 不过有的汤管也会配勺 不主动提供 需要的话可以问一下店家有没有 为了调的汤我要了一个勺 喝一口汤你会发现 它这个汤是有一种淡淡的胡椒粉的味道 喝起来是真的香 这种香不仅是因为放了驴的原因 还有这种驴肉本身的香味 还有稍微的辣味 驴肉切成了片状 吃起来绵软 还带有稍微的嚼劲 最过瘾的就是把肉和油饼加在一起吃 这样吃肉 喝汤 吃油饼一样都不耽误